广东广州出现一些反常现象 打工人都懵了 都惊慌失措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情况到底有多么的紧急 多么的严峻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澄清广东广州是打工人的天堂 因为那边大量的制造业 工厂 养活了很多的家庭 如今这种繁荣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我现在在武汉的街头 可以看到 以前没有这么多人的 很多广东打工的人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自己的各自的城市 像湖北去广东打工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 出略统计50万到100万 很多都回来了 以前他们过去开服装加工厂 采缝纫机 现在都回来了 因为那边没有大量的订当了 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以前我们的人口红利在 工资可以压缩成本 现在工资都上涨了 那些外企都不愿意在这边来 把订单搞过来 愿意去国外 找那种越南 都种 东亚地区 亚太地区的地方 一些像越南 缅甸 国港 菲律宾那些地方 因为人工成本更低 你看今天的房子的价格 它是一路向下下 因为人们都不愿意消费了 国内的 也是就说消费人变少了 都懂得开始存钱了 你看今年房贷利率一直在下降 广东那边深圳的江苏 那些工厂的人也慢慢的回来了 说实话在那边打工十年也付不起一个首付 很多都是家里的帮忙 你像在武汉的话付个首付多简单啊 是不是 也没有什么那么多资格 要求啊 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回家了 然后主要还有啊 就是在广东那边呢 很多以前的外国人呢 现在都离开了 变少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征兆呢 主要还是因为人工制造成本变高了 所以说啊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定长少了 然后导致那边的工厂的工人呢 他的工匠一降再降 就拿个基本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 所以越来越多人离开了 说再也不来了 说打死再也不来了 希望这种情况快点豪爽起来吧 要不然打工人真的是没办法了 自己去创业 又怕害怕创业失败 这些年到网上看到的那种创业失败 陪着倾家当场的人比比皆是 但无论如何吧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生活 我们底地前行 无论现在此时你有多难 相信熬过风雨总会是彩虹 能够见到明日的阳光 已经会越来越好的 加油打工人 坚持